据说热水器出现故障容易爆炸 甚至会射出击穿一辆货车 威力堪比炮弹 为了模拟故障热水器 搞12人组 直接拆除热水器安全装置 使其容易发生爆炸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才能使压力达到危险的程度 紧接着他们还为热水器贴心地找了一个红色货车 并且划上靶子 再用一个小型的推土车固定热水器 加上一点点的砖头 使其变得牢固 在压力达到爆炸点的时候 热水器直接引爆 然后冲出的压力和能量直接击中红色货车 并且直接把货车掀翻 产生的反冲力也让小型的推土机 从前面直接弹起 固定的砖头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坏 由此可见 缺少安全装置的热水器 危害还是很大的 但是二人并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决定玩点大的 打造真正的热水器大炮 但在这之前 需要通过一定的理论计算 发现他们需要12米长的通道 还有一个巨大的铁桶 用于装下巨大的热水器 用热水器所产生的推力 让大炮具有动力 从而一炮而活 二人准备好一切之后 来到了适合的实验场地 并且准备发射一个较为正常的大炮 来进行对比 分别设置 1234个空心砖块堆 同时在第四个砖块堆里放入沙子 从而防止炮弹直接穿过 四个空心砖块堆 接下来 亚当直接按下开关 使炮弹直接飞出 可以从肉眼看到 炮弹飞快地击中第一个目标 并引起了众多烟雾和沙土 待其退去 二人上前查看后发现 正常大炮能够直接击毁26块砖头 那么热水器大炮的威力会如何呢 二人马上更换自制的热水器大炮 并且冲入相应的气体 然后一样的实验操作 进行长时间的等待 遗憾的是 他们发现 实验场地的灌木丛着火 这就必须要紧急暂停实验 并且等待专业人员灭火 之后再重新开始实验 但是他们又发现 热水器的气压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数值没有很好的上升 而是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直线往下降 所以他们只能拉下减压法 更换新的加热装置 一切准备好之后 再次启动实验 可以看到 这次热水器压力上升的特别快 之后如同预期的一样 热水器所产生的推力推动炮弹 然后击中不远处的砖头堆 待浓烟散去 清点后发现 砖头损坏了29块 这就意味着 热水器的威力比正常大炮来的巨大 如果在生活中碰到热水器出故障的问题 千万不要盲目上前查看 最好还是远离热水器 寻找专业人员来进行帮忙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